南韩医师罢工迈入第十天 这天也是政府下令复光的最后期限 南韩各地医院还是空空荡荡 只有少数医师返回工作岗位 即便政府3月1号起 将开始对拒绝返回的人 祭出行政处分及吊销执照三个月的重罚 但截至28号晚上为止 提交辞职的医师人数增加到近万人 病人四处求医碰壁 心里又急又气 大学医院的院长教授不得不亲自下海 在急诊室轮值填补医疗空缺 南韩政府官员则在期限最后一天柔幸劝说 呼吁罢工医师莫忘初衷赶快返回医院 以缓解留守医师过劳压力 保障急重症患者的医疗权益 当局也释出善意 承诺在2027年以前 增加大学医院教授名额到1000人 保健福祉部还发送简讯 邀请医师代表当面聊聊 至于会不会有人出席还有待观察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